大約800名市民、政黨團體參與佔領中環行動 在港大舉辦的首場《雙討日》 多位泛民人士都有出席 發起人戴耀廷說 《雙討日》標示佔中行動由醞釀期進入組織裝備期 但有參加者則質疑佔中缺乏機動性 香港市民如果早了醒覺 例如最簡單說 七一已經有民眾 七一由行之後不走 有非常多的民眾 雙討日已經可能有佔領中環的情況發生 這些人或者佔領中環運動的原則 是否要繼續下去一步步來 還是會立即有一個後年和現場的政治變化呢? 另外有人認為佔中必須同時討論2016年立法會選舉方案 才能夠確保將來成功落實雙普選 其實我覺得在立法會選舉和特首選舉是雙負雙成的 除了如果我們要討論特首選舉方案之外 要討論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方案 起碼有一個大框架 如果你覺得2016年都要討論的 如果大家都認為是一個議題 我們未知未必現在決定得到 未來幾個月我們就去談一下 究竟是否要2016都要討論 又會做些有問題的事 大家眼睛是雪亮 我相信越是他這樣的言論 越是打壓的時候 支持民主的朋友 香港市民 應該會議次會講到什麼 雙討日討論大約4小時定出7項重要議題 包括加強宣傳和平佔領 制定和政府的談判底線 和何時退出行動等 戴耀廷說計劃在10月和明年再次舉辦雙討日 由重申如果政府明年都未提出真普選方案 才會佔領中環 所有參與今次雙討日的市民和政黨團體 事前都要簽了這份二項書 表態支持佔中的基本信念 秘書處說在未來舉辦的雙討日 不排除會採取相同的措施 確保雙討日會和平和民理性地進行 香港文明事記者 黃家林報導